她是五星級飯店的主廚魏紹樸 要張羅青年獎座的午餐 還帶來了特別的助手 這位在香港拿到西餐 世界冠軍的王韻傑 今天的任務是要削10公斤的馬鈴薯 沒有得獎後的傲氣 只有更認真的學習態度 那可是我覺得過程真的很重要 就是因為一直去失敗 一直嘗試 然後一直從中學習很多經驗 金絲書宣舉辦第二屆青年講座 目前幕後多用心 年輕廚師謝福達 這次再來做菜 就是感受到廚房裡的活力 他們會滿抱持著好奇心 我們一些事我們也覺得 我們的東西可以去幫助他們 我們其實覺得也是很有趣 今年同樣以金絲資料為主角 花天巧思有了不同的風味 那我覺得它的質量是不錯的 那搭配到就是季節的一些蔬果 對對對 其實夏天吃這個還滿開胃的 一道好菜 酸甜味道都有 一如人生的滋味 細細品嘗都能會胃再三 大愛新聞真善美之工 黃淑慧 曾博祥 郭文祥 台北報導